卖什么你就不赚什么的钱 这是所有做生意的人 能够赚大钱的核心法门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卖的这个东西你不赚钱 你是不是就可以建立你自己的绝对优势 让同行根本没有办法跟你竞争 然后你去赚别人看不到的钱 这才是真正的生意高手 怎么做呢 打个比方 你投了十万块钱在小区门口开了一家超市 开了以后 如果你跟别人一样 别人的大迷怎么卖你就怎么卖 别人的零食怎么卖你怎么卖 那你怎么建立你自己的绝对优势 那要怎么办呢 回到最开始我说的那句话 卖什么就不赚什么的钱 你卖超市里面所有的产品 你能不能多少钱进货 你就多少钱卖出去 你们附近小区的客户们知道 你们家这些东西都不赚钱 他会不会来你这买 那很多人说我又不是慈善机构 那我不亏大了 根本不会亏 你换一种思维方式 你去赚会员卡的钱 198一年可不可以 就是你只要交了198块钱的会员年费以后 你来我这买所有的东西 我都不赚钱 而且不是我会员的我还不接待 你想一年在我这按成本价买东西 难道还不能给你节约这198块钱吗 肯定能省更多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给到了客户 不得不来你这帮会员的理由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198块钱一个人 10个人是多少 100个人是多少 1000个人是多少 就搞定你方圆5公里内的5000个人 你算算是多少钱 请问你靠超市一年能够挣到100万吗 但是你卖会员就可以挣这100万 而且通过这种方式锁定了这5000人 你有了这5000的资源 那你除了卖超市的东西以外 能不能卖点别的呢 而且你的盈利点会有很多 所以做生意这个事 跟你的商业认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想做老板的一定要掌握好方法 在左下角商业模式 这本书中分享了108个详细操作的实际案例 当你看完之后 你会发现你原来的赚钱思维都错了